李笑 我怕她想不开再自杀 先让她在家里住两天吧 这段时间 小薇住在家里 就要委屈你睡沙发了 我这么乖 是不是得有奖励呀 小薇还在里面呢 那小薇要是一直住这儿 咱俩还不能亲热了 怎么进向这事 我给你看个东西 怎么 怎么不见了 你找什么呢 我给你录了一个视频 没录上吗 李笑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1314天 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 我们在一起这四年 共同经历了非常多 哎呀 老婆 别找了 正事要紧 正事要紧 肖哥 你醒了 喝牛奶还是咖啡 我还做了三明治 你醒了 天哪 竟然有早餐 宝贝 你好贤惠 真香 我俩平时都是在路上 随便对付的 外面的哪有家里干净啊 以后啊 我每天都做给你们吃 爱妮 你 早 没事吧 喝了份早饭给你 谢了啊 吃过了 太阳打西边喘 你家那位为了结婚 开始转性了 要试就好了 他没有那心思 哟 有情况呀 行了 我忙你的去吧 小哥 我有点不舒服 若南没接电话 你中午能帮我带点药回来吗 你 你 若南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拿文件 你这 我不舒服 刚去洗了个澡 衣服脏了穿不了 所以就接了你的 不舒服 怎么了 发烧了 不烧啊 应该就是感冒了 你是不是要拿这个 就是他 我今晚要加班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就先休息 晚点 林霄回来 让他给你带药 你怎么回来了 呃 那个 我有点不舒服 你也不舒服 是不是那天天台的风太大 着凉了 对 对对 那天风有点大 若南 你不回公司了 你俩都生病了 我还回公司干吗呀 伺候二位祖宗吧 行了 别站着了 去休息啊 躺着吧 你着凉穿这么少 等会儿给你拿下厚的 嗯 喂 妈 怎么了 在忙忙忙忙忙 一天到晚瞎忙 你和林霄的事 到底有着落了没 快了快了 每次你都这一句 男友男女朋友谈了三四年 还不结婚的 我跟你说啊 女孩子观音都是有限的 不要到头来一场空 好了我知道了 我自己的事私有安排 你能安排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要么结婚 要么趁早给我分手 别再浪费时间 吃饭 小心烫 小薇 我想 再求一次婚 上回那个求婚视频 不是找不到了吗 但我昨天听同事说 许愿湖那边特别浪漫 所以我想咱们要么周末去露营 然后趁机求婚给她个惊喜 怎么样 女生求婚会不会不太好啊 要不还是等萧哥主动吧 或者我去帮你探探口风 不用 不就求个婚吧 谁主动不一样啊 行了 就这么决定了 你配合我就行 好 《主动话》 离香 虽然这样的场景 我已经在脑海中排练过无数回 但是到了今天 我依然很紧张 我想告诉你 我想嫁给你 不是因为 我到了要结婚的年纪 而是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所以 你愿意娶我吗 当然 我愿意 我爱你 若男 若男 醒醒 到了 小薇 你等一下帮我拖住李箱 我先去湖边准备一下 嗯 哎 宵哥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 怎么了 若男他 若男他要在玄湖和你求婚 这 什么 他不是说来陪你散心的吗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但若男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想看到若男伤心 所以请你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就不要伤害他 李箱 你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好 你知道吗 徐愿湖 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传说 只要情侣在这个湖边立下誓言 就会得到月老最长久的祝福 我 段若男 像月老发誓 我想一辈子和李霄在一起 所以 你愿意娶我吗 我去捡 小哥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若男 他不仅工作稳定 还有一个全心全意对他好的男朋友 而我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